望鸡 住嘴 蓝启仁喝道 蓝望鸡 你说谁说谎 江城怒不可歇地吼道 全然不顾蓝启仁这个长辈还在场 已然做出拔剑之事 江城 魏无羡强忍着胸中刺痛 死死拉住江城 遂对着蓝启仁说道 先生 吴氏 当务之急事找人 戒毒 你们快些带着蓝战回去吧 蓝望鸡此时心中甚是疑惑 他对这个人一点印象也没有 兄长却说自己和他已截到多年 任谁碰上这样的情况都会先求证一番 他刚才的所作所为明明没有任何错处 为何叔父会那样急眼力色地喝住他 这江宗主的反应更是暴躁到不可理喻 还有 他唤他蓝战 在他印象中 没有人这样唤他的名字 叔父和兄长接换他望鸡 其他人更是不敢直呼其名 都尊称一声韩光君 只有母亲在他小的时候 换过他这儿 这人因何这样大胆 还没等蓝望鸡 想出个所以然来 看着拉住江城 又急着让他走得未无限 心中竟翻滚出一些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搅得他胸口处甚是不舒服 可他表面上依旧一片寒霜 看不出任何情绪的变化 蓝望鸡冷冷地说道 莫要直呼我的名讳 与理不合 魏无限文言如至冰窟 他受伤地看着如冰雕般的蓝战 狠了狠心咬牙说道 抱歉韩光君是我失言了 方才我师弟多有得罪 请允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 他要冷静 要和蓝战拉开距离 不能再像以前那般随意了 毕竟现在蓝战不记得他 解释太多的话 他怕又从蓝战嘴里 听到更多的冰冷之词 他已经要到极限了 这 哎 魏英 你这又是何苦呢 委屈你了 你定要多注意身子 我把蓝横给你留下 有他给你日日看诊 我也能放心些 说吧 蓝启仁叹了口气 带着蓝西沉和蓝望鸡 准备返回云深不知处 蓝启仁他们刚一走 江城甩开魏无限 就开始喊道 你就是个傻的魏无限 当初我就跟你说过 你这么不明不白的 跟着蓝望鸡以后 有你的苦头吃的 你看看现在 他还说你说谎 都已经结到三年了 还不承认 简直枉为君子 他们蓝家 不是最重礼教吗 弄得这叫什么事 还有和脸面办什么 听学教导众生 江城也是气急 越说越难听 全然没有注意到 魏无限已经惨白的 不像人样的脸色 江城 别说了 说完魏无限便再也支撑不住 昏了过去 江城后悔莫及 真想删烂自己的嘴 他赶紧喊来蓝横为其诊治 多次失真之后 终于算是稳住了气息 江宗主 数晚辈多嘴 魏前辈真是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 他三日来 已接连晕厥了数次 如若再不注意 怕是解药还没服用 就先心率而亡了 好好 我听你的 绝不再多言了 你快些给他好生诊治 是 泽吾君走时也留下了诸多灵药 我这便去给魏前辈你方子 好好 你快去 蓝横略诗一礼 便向偏逝行去 准备你方配药 三个月后 莲花雾 前厅内气氛沉闷 蓝西辰 江城 聂怀桑三人君面色沉重 许久 还是江城开口问道 泽吾君 不知蓝氏内影之事 查得如何了 说来惭愧 目前尚无进展 我已经将蓝氏上下 所有的门生子弟 不管是内门的 还是外门的 连杂役都查了个遍 根本无迹可循 本想着从他二人所中之毒中 能发现一二 可忘记自从与无限分开后 心痛之症便再没犯过 加之他记忆有损 更是无从发现 我在藏书阁中 也是收获甚微 看来只剩下陈公子这一条线索了 江城符额 叹了口气道 说起这位陈公子 这三个月来 我四处撒网追踪找人 给聂宗主也早早去信 让他帮着一起调查 可这人竟像是人间蒸发了一半 我还亲自带人去了一趟闽南他的本家 都说自清坛会后便再没见过他 这陈宗主还打算向你们蓝氏打探呢 这陈家可有意 说起这来 江城气闷道 无甚有意之处 不过一寻常试驾 怀桑可有什么发现 聂怀桑略顿了一下 缓缓道 这几个月来 我一直派人暗中调查这个闽南城市 却如江宗主所言 几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温室盛行之时 是当地一个很小的先门试驾 老家主当家时 倒是屈颜覆势地依附过温室一段时日 怎奈先门太小 实力太弱 温室也看不上 没过多久 就被人遗忘在角落 经过这十几年 也未见有何长进 老家主死后 新家主是他的长子 名曰陈宴 上位后倒也算是勤勉 比他父亲好些 把他们辖区内一带治理的 也算是井井有条 百姓安居乐业 这陈欢陈公子 便是这新任家主的胞弟 平日也未见有何出彩之处 真的是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了 只是 只是什么 将成急忙问 据那陈宗主说 卫兄与他胞弟有救命之恩 这心存感激 甚至顶礼膜拜 都无可厚费 可他胞弟自那以后 跟着了膜一般 日日对着 对着卫兄的画像 痴痴相忘 不理事事 直到前次蓝氏清坛会 我也问过锦衣和思追这陈公子 到底如何识得无限的 却是无限带家中小辈去夜裂 无意中救了这陈公子 蓝西辰缓缓说道 如若是卫兄 于他有救命之恩 这般下毒害 他还逃之夭夭 岂非忘恩负义 还顶礼膜拜呢 早知如此 卫兄当时就不该救他 灭怀桑愤愤地说道 当时救他 纯属顺手 卫兄 卫无限 你怎么出来了 不好好在床上待着瞎跑什么 江城略有些气地说道 哎呀 江城 我都静养多久了 再躺下去 估计就要废了 你希望你有个废人师兄 天天在莲花雾白吃白喝呀 魏无限嘟着嘴说 你 休要胡说 我何时说过你吃白食 我二人 正欲展开一番唇舌之战 蓝西辰温和地开口道 呵呵 无限来了 其实适当地走走也好 不然老躺着 也不利于筋脉疏通 血液循环 魏无限文言 马上冲江城做了个鬼脸 道 你看 大哥都说了要多走动 你又不是大夫我干嘛要听你的略略略 江城一阵黑脸无语 反正从小到大 也说不过他这师兄 索性不说了 哈哈 魏兄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啊 好说好说好了 言归正传 我可以跟你们说说 那次叶列的详细情况 希望有所注意 好 愿闻其想 一年多前 门南一带某村落 仙师 我女儿就在里面 求仙师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啊 村里已经有好多人都死了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 一老者站在在一间门窗 都封死的简屋前哭求道 老先生 先不要急 请问那些死去的人的尸体可还在 丝追上前温和地说道 在的在的 不过这怪病似会传染 我们把人都埋得很偏远 前几天 当地驻守的仙师也来看过 他进屋没一会儿 便惨叫着跑了出来 也 也和我女儿一样 看不见了 老先生 可否先带我们去看看 这老人家 不要怕 您看这样如何 你把埋尸的地点告诉我 我自行去看 我再留一名弟子在这里与你 刚好你把你女儿的情况 跟他好好说说 魏无羡见着老者有些惧怕 于是换了种方法问道 老者观这说话的人 虽是个少年模样 可却散发着一种 让人信服的气质 再观其他穿着同样衣着的仙师们 皆是一副马首诗瞻的样子 于是心一横 说道 仙师大人 还是我带你去吧 只要能救我女儿 叫我干什么都行 无妨老人家 你只需告诉我埋尸的地方即可 魏无羡不想勉强老者 虽对着一众小辈说道 孩儿们 你们谁随我去看那些尸体 谁留在这里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 想跟着魏无羡去 因为跟他在一起 总能学到许多东西 好了好了 这样 思追你和蓝鸣留下 好好了解一下这边情况 仅以你带着其他弟子随我去 是 为前辈 是